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午和中六的学生将会先回校上课 但是每班的人数会减半 罗哈马·Razzi表示 宣布开课日期 到时中午和中六的学生将会先开课 过后才逐步让其他年级开课 但是由于要保持社交距离 班上的人数不能太多 所以每一班的人数可能要减半 另外他也说 食堂将要避免拥挤的情况 也就是学生不能聚集在食堂用餐 很多食物可能会先行打包好 进行外带 而以后的上课情况也有所不同 例如学校会加强线上教学 及在家教学的情况 无论如何他指出 教育部会在更接近学校复课的日期之前 公布更多详情 如今学校会制定更多标准作业程序 以应对冠状病毒疫情 卫生部列出3C概念 也就是密封式空间拥挤和近距离交谈 政府希望雇主和个人 能够遵守当局的指南 将新常态变为一种文化 以抑制病毒传播 诺医生指出 在雪州社区接受检验的 5,433人当中 只有10人或0.18%确诊 巴沙群体的29,550人当中 有25,034人已经接受检验 去诊者有183人或大约0.7% 当局会议职对目标群体和疫区进行检验 针对政府会否限制外籍客公宿舍的居住人数问题 他说根据卫生部的指南 每个人都需要保持一米社交距离 亲洗手和在公共场所戴口罩 这是必须遵守的新常态 他说在外籍客公感染群当中 由于他们居住的房子很密集 感染风险相对提高 如果遵守3C概念 就可以避免感染 早前有非政府组织揭露 卫生部长达罗斯伊阿罕巴巴 核获得3000万印级抗疫采购合约的 卡扎纳加亚有限公司有关 滥用职权发出合约 从中获利 对此 卫生部长办公室发文告谴责 有关的指控含有恶意 是对卫生部长进行人格谋杀 卫生部长办公室发文告澄清 阿罕巴巴被指和 卡扎纳加亚有限公司有关系 并不属实 卫生部长在卡扎纳加亚公司 不曾拥有任何商业利益 也不是这家公司的股东 文告强调卫生部长 从来没有向卫生部官员 发出任何指示 以便批准合约给卡扎纳加亚 或相关的公司 卫生部在对抗疫情期间 所进行的采购 都遵照卫生部总秘书 和负责官员拟定的程序 和财政规则 早前一个非政府组织指控 基于伊斯坦达米斯阿曼 曾经是 South Asia Noble有限公司的公司董事 而这家公司和卡扎纳加亚 持有人有关联 因此推断卫生部长 可能在卡扎纳加亚 拥有商业利益 卫生部长办公室表示 阿罕巴巴欢迎反贪委会的调查 并且准备给予充分的合作 有条件型环令期间 政府放宽限制 让部分的行业复工 国能公司宣布 即日起位于绿区的 国能分局和自动式缴付机 将会分阶段恢复运作 该公司将根据政府规定的 标准罪程序 做好复工和迎接新常态的准备 以保障职员和客户的安全 国能公司在文告中指出 获得卫生部宣布为绿区的玻璃市 吉达 槟城 吉兰丹和霹地州 除了私立曼容以外 47家国能分局和31台自助式缴付机 将恢复运作 至于其他周数什么时候复工 则将另行通知 除了缴付电费 客户也能在国能分局进行各种交易 包括查询电费账单 缴付其他公共设施账单 申请供电服务 关闭账户等等 另外 该公司也将从5月15号开始 在绿区恢复电费读表服务 到时候 750万户住宅用户 将获得实际读表的电费单 或是可以通过国能网站和卖TNB应用程式 获取账单 国能分局的营业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4点 自助式缴飞机运作的时间 则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 这几天社交媒体流传 故广场内的商品和戏院沙发 在行管令期间因为长时间停业 都出现了发霉的情况 网民都为业者感叹 这下损失惨重 根据社交媒体流传的照片显示 沙巴亚币曙光广场因为停业太久 导致商场内的皮革商品全都长出霉菌 发霉情况相当严重 这些商品包括手提袋 钱包 皮袋和鞋子等等 根据《思华日报》报道 曙光广场总经理陈青伟证实 该照片确实是商场内百货公司美罗百货其中一个牌子的商品 而发霉的产品也已经全部下架之后将换上新品 而店内也会进行消毒及清理 另外一组照片则显示 有一间电影院被指停业太久 沙发全都长出霉菌 根据照片可见 该电影院两个包厢的椅子都布满霉菌 而且情况相当严重 就连地板也可看见霉菌 虽然这组照片没有著名电影院的地点 但是有网民留言指 该电影院在霹雳州已保 同时网民也纷纷留言 担心电影院从开始需要多少人力去修复保养 尽管面对新冠肺炎 墨西哥的一支马戏团依旧站上舞台 通过脸书直播 为待在家中的民众带来欢乐 新闻的尾声一起看看 我是张忠宁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